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师父教我们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个好人 更好的人 做一个对社会有用有益的人 如今大法已经洪传了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了 还获得了好多好多的褒奖 但是这么好的功法其实在中国被诬陷了 说是封建迷信 也不让人们恋了 在谎言的蒙蔽下 好多人对大法开始有了误解 大法弟子多么希望人们多么了解大法的美好和事实的真相了 哦 你怎么会有这么好的口才啊 把我说得心服口服的 他这么一笑 我也好奇地跟着笑起来 也真奇怪 在这个小女孩面前 我的一切伪装都是多余的 即使丝毫的造作 也都会在小女孩纯真的渲染下 流露出真实的一面 在小女孩面前 我能看到真正的自己 大姐姐 你学大法吧 法轮功看到我满头白发 也会要吗 何况你又不知道我以前 从这边 我都不知道 想要吗 想要谁怕我满头白发 没钱 想要吗 李伦美 郭语均 满头美 我的四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段时间对我真是太宝贵了 我长这么大从来都没有感受过的喜悦 尤其当我内心深处呼唤师傅时 那难以言表的感激和深圣的触动 那段时间抽烟喝酒的陋席再也没有想起过 之后的日子里我的头发又染回了黑色 做了一个大家闺秀的发型 和帮派里的朋友们也都一一断交了 记忆中对以往的生活很淡薄 好像是两个不同的人 曾经有过的不同的经历而已 但是我还是不敢回去 不知道该以什么样的理由 也不知道该如何面对父母 这一段时间的理由是否也有没有想起来 我们也有想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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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想起来 妈 请您原谅 原谅我给您带去的痛苦 我现在已经开始修炼宝龙大法了 师父叫我做个好人 我不会再去抽烟喝酒打架了 也不会再让您伤心了 请您相信我 我再次跪下 爸 您为了我付出了很多心血 以前女儿不懂事 总是让您和妈伤心难过 我现在开始修炼了 师父叫我真善人 我慢慢的会做一个好人 做一个有用的人 不会再让您绝望伤心了 就这样 我们一家三口拥抱着哭成一团 巨大的家庭不幸 因为我开始修炼大法 很妥善的解决改变了 看着父母熟睡的脸庞 想想这几年 我究竟为父母做了些什么 不堪回首的往事 已不想再回忆 在大法的修炼中 我看到了崭新的自己 我轻轻地走到父母的床边 平生第一次做了女儿应该做的事 为父母干好了被子 早上醒来的时候 为父母煮了清香甘甜的米粥 做了一盘小菜 父母惊讶地笑着 眼眶里又涌出了泪 因为我回来的缘故 昨天和今天的父母 神情气度 都已经判若两人 大法改变了我 也改变了我们的家 那曾经绝缘的安宁 美好 家庭和睦 在大法无边的法力下 像源源不断的泉水 涌入我们的家 涌入我们的内心深处 谢谢师父 谢谢大法 法轮大法真好 谢谢大家